目前台湾的本土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3000人 许多民众都想要快点打疫苗 而至于目前国产疫苗进度是如何呢 包含了高端疫苗以及联雅生计 都已经进入了临床二期的试验 受试者也打完了第二剂 两家业者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希望能够如期7月时的 拉起袖子打疫苗 国内疫情严峻 本土病例破百增加时 让不少民众抢着接种疫苗 原本担心过期前施打不完的AZ疫苗 也赶紧停止自费施打 以第一线人员优先 但AZ疫苗来台初期 却有种种因素造成施打率偏低 让台湾现在面临窘况 AZ只有70%的上下的有效性 所以大家都肯定这个绝对数字 当打疫苗成为大家认为 抵抗新冠肺炎的唯一途径 除了仰赖COVID分配疫苗 国产疫苗成了另一个解方 全国人民都想问 国产疫苗能如期救援吗 像是高端疫苗与联雅生计 目前都已经进入 二期临床试验收尾 受试者都已经打完第二剂 接下来就等六月中旬 揭晓临床试验分析结果 再申请紧急授权使用 预计最快七月底提供首波疫苗 那我们预计在六月底之前 可以把这些数据整理一下 然后去做EUA的申请 那目前预计六月底申请之后 希望我们在七月的时候能够通过 加快时程赶进度往终点冲刺 药抢国产第一 联雅在年后开始着手生产疫苗原料药 旗下子公司联申药与联雅药合作 联申药拥有两座 共四条2000公升生产线的蛋白质药厂 负责生产新冠疫苗蛋白质原料药 联雅药则有无菌针剂产线 未来将负责新冠疫苗成品调制 无菌充填及包装 目前已经到位 准备好六月开始 每天分三班逐批生产疫苗 目前的产能 规划是至少可以达到五百万剂 那如果之后呢 国家有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再最佳五百万剂 甚至到年底 我们可以供应到更多 另一家进入被诊的高端疫苗 目前纯品原料药 已经备妥五百万剂 部分疫苗已封签检验 竹北厂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 未来一针型的疫苗 将由自家厂房生产 其实工厂现在都有在生产疫苗 因为疫苗的生产跟药品不一样 它还有一个步骤 叫做检验封签 那检验也需要好几个礼拜 拿到合可之后 那我们可以大概有 一百万剂可以立刻供应给全台湾 虽然目前国产疫苗看似乐观 但要拿到紧急授权关键 还得先过临床试验分析结果这一关 最终还是说他们临床试验的结果好不好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第三期的 只是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但是他们现在第二期要看的 主要还是以安全性跟免疫生存性 所有国人都引颈期盼 等着七月国产疫苗能够终结这场战役 但就算顺利七月施打 没第三期规划 就授予紧急授权使用 能否获得国际认可 又是下一个面离难题 都在载经绣维克黄明台北报导